很多女明星为了保持身材努力减肥 能为喵她的身材才能留作粉丝 可没想要在最后却不幸患上了厌食症 米雪正是一位走在上升级的女演员 但在戏路不宽 精彩接拍到一些不如流的戏 可即便如此 她对演艺事业的乐情也依据不减 总相信自己终于辉煌的一天 经过长时间打磨 有位导演想中了她的潜力 于是找她拍了一部当女主的戏 她很珍惜导演给的机会 于是为了更加服务剧中的女主形象 还特意进行减肥 只是她没想到这次减肥 给她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在某一天来到片场开拍 中途休息时 她发现自己有些体力不支 全身冷汗不止 脸色也变得大慌起来 而这些症状全部都是因为厌食症而引起的 她看到任何食物都会想吃 她能明确地感觉到自己很饿 但是一吃东西就会一马吐出来 吃不下食物的她 身体越发的虚弱 营养也跟不上 到了医院后 一证起初的诊断是疲劳过度 经期间看到如此痛苦的迷雪儿 只要请教导演暂时给迷雪儿放几天假 导演很贴心地表示答应 接着第二天一早 迷雪儿就留下一张纸条离开了酒店 他来到叔叔居住的乡下 叔叔是一名兽医 迷雪儿通过叔叔找到了怪异黑杰克 还开出了20万美金的诊金 黑杰克是为医疗界封杀了人物 黑杰克不得不承认 他的医术诡异和高明 在拿到定金后 黑杰克立马就坐上前往这里的火车 几天后黑杰克赶到 可是迷雪儿的病情也更加严重 只能看喝血油时维持生命 正脉后 黑杰克也无法判断 迷雪儿到底得了什么病 必须经过专业的医疗设备 检查一下才行 于是在受益叔叔的帮助下 迷雪儿很快做了全身检查 包括胃镜 脑吸T等等 可是结果出来 却显示一切正常 回去的途中 迷雪儿表示 要去祭奠一下卡提娜 叔叔就与迷雪儿身体不适拒绝了 卡提娜是迷雪儿小时候最好的玩伴 他在迷雪儿被叔叔 蛇养后不久就因为换兵去世了 小时候他们两人 紧张跑到山洞里玩葬礼游戏 迷雪儿当牧师 卡提娜当死的家属 两人不断体验着大人的世界 可卡提娜的梦想 是成为一个画家 迷雪儿则是想要成为一名演员 他们两人之间还有一个约定 所以卡提娜的去世 对迷雪儿打击很大 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郁郁寡欢 在几天后 迷雪儿发现自己脸上 长了很多红斑 他很伤心 如果红斑不能消失 那么他就基本告别 演艺生雅乐 于是他气愤地开着车跑了出去 最后因为体力不支而运了过去 黑杰克和叔叔紧随其后 在找到迷雪儿时 他正巧被一个男人吉利科救下了 这个人和黑杰克一样 是江湖医生 但是两人并不对付 送回迷雪儿后 吉利科就离开了 但迷雪儿的情况更糟糕 才诱和的功夫 他脸上的红斑 就已经蔓延到了全身 黑杰克总感觉 哪里见过这种症状 但一时却想不起来 正好导演和经济人来放 导演看到迷雪儿的症状 就收起了自己的妹妹 原来导演的妹妹就是卡提娜 他和迷雪儿也是二十的伙伴 卡提娜当年 就是因为得了和迷雪儿一样的病后 才离世的 不久前 迷雪儿曾经去过山洞 击败过卡提娜 当时还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 而此时 奇利科赶来告诉黑杰克 自己在一本一书里 插到了祖死马迹 这种症状 很像一种战争时期 存在的生化细菌导致的 黑杰克 这才明白过来 迷雪儿去过那个山洞 很可能就是当时 保存生化武器的地方 于是 他连接开车 来到这个山洞 结果这是真的如他所想 但是这片地方呢 就被孩子们当作游乐场所 除了丢弃的各种垃圾 这里还有很多小动物的尸体 看到这里就是病症起源了 黑杰克抓到一只老鼠 果真在他身上 检验出了一种 叫做包囊虫的细菌 之后他一把火 烧掉了整个山洞 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无辜的人遇得安了吧 黑杰克 截破了老鼠 找到包囊虫的长生之处 原来 他寄宿在生物的大脑里 会影响生物的食欲神经 所以迷雪儿才会吃不下 之所以之前的脑西梯没查到 是因为这种虫善于伪装 会把自己变成和术祖一样的形状 既然查到了病因 黑杰克就立马给迷雪儿 准备了开头手术 可能不手术风险 可想而知 不过好在手术很成功 最后迷雪儿会复了如初 也成功地拍摄了 他人生中 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 他终于完成了一直以来 成为演员的梦想 故事结束 批名 乖黑杰克 VA 第四话 燕石 或许很多人都会在吐槽 燕石 这不是细菌感染吗 跟燕石有什么关系 结果是主要是讲说 减肥是一件好事 人不能太胖 是事实 但是迷雪儿因为拍戏 需要减肥 所以他的减肥 并不是属于慢性减肥 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内 快速销售 这样对身体的影响会很大 也就当细菌有了发作的机会 每个人身上 似乎都或多或少 有点毛病 当你如果因为不正确减肥 而导致免疫力下降 最后 因为后悔终生 我是少年 一位迷恋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一下呢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